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 算命先生跟他说 只要挖够九口水塘 自己就能称帝 但是呢 这个人却不多不少只挖了八口 结果最后自己不仅丢了性命 而且呢还给朱元璋铺了帝王之路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当时又发生了什么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北极 慕斯丽史 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人就是陈尤亮 据说啊 在他年轻的时候 曾遇到过一个云游四方的江湖术士 这个江湖术士来到陈尤亮的祖坟上以后呢 在这里观察了很久 并且意味深沉的对他说 在不久的将来 你家肯定会出现一个天子 起初陈尤亮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以为对方呢 仅仅只是想骗自己的钱 就没有当回事 可是此时这个道士却依然 行情信步的继续说道 如果你不信的话 再过半年以后来看看这个祖坟 倘若没有生出野草 那么你一定要挖八口水塘 将来必成大器 原本丝毫不信的陈尤亮听到这句话以后 竟然半信半疑起来 就这样过去了半年的时间 陈尤亮又来到了自家的祖坟面前 结果真如这个道士所说 坟上呢 果然没有长草 于是在看到这样的场景以后 陈尤亮就开始急急忙忙的挖起了水塘 可是就在挖到第八口水塘的时候 他就被路过的红尖军吸引了 并且毅然决然的残军 在进入军队以后 陈尤亮混的是风生水起 同时也慢慢的膨胀了起来 在他把徐寿辉暗杀了以后呀 自己呢便打起了称帝的主意 不过啊 原本一路顺畅的陈尤亮 到了此时呢 却顺畅不起来了 在准备登机的那一天 由于下雨的原因 导致仪式始终没能举行 由于陈尤亮一生杀戮太重 而中原商呢 也正是拿准了这一点 干掉了狂妄自他的陈尤亮 并且呢 也拿下了整个天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对此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